2023年,VNL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美国进行,中国女排将于7月13日23点30分迎战淘汰赛首个对手,巴西女排。 总决赛赛制为单场淘汰赛,胜者晋级,负者,淘汰出局。 随着比赛越来越近,各支参赛队伍的大名单也逐渐公布,具体如下。 1. 土耳其女排14人名单。主公4人,巴拉丁、伊尔金、萨里哈沙辛、德尔亚。 副公3人,爱达、泽赫拉、卡拉奇。接应2人,卡拉库尔特、马尔加斯。 二川2人,奥兹巴伊、艾里弗沙辛。自由人3人,奥格、阿依卡、阿克兹。 2. 美国女排14人名单。主公4人,罗宾逊、弗兰蒂、斯金内尔、拉内尔。 副公4人,阿克伯格、华盛顿、雷特克、奥尼尔。接应2人,汤普森、德鲁斯。 二川2人,汉考克、卡里尼。自由人2人,奥兰特斯皇、亨茨。 三巴西女排16人名单,并非最终名单。主公5人,加比、贝格曼、达罗伊特。 麦亚拉巴索、塔伊纳拉。副公4人,塔伊萨、卡罗尔、迪亚娜、利洛雷娜。 接应3人,洛雷娜、罗沙玛利亚、基西。 二川2人,马克里斯、罗贝塔。自由人2人,阿罗约、尼耶美。 四中国女排14人名单。主公4人,李盈莹、王云露、仲慧、杜清清。 副公4人,袁新岳、王媛媛、杨涵玉、高益。 接应2人,郭祥宇、郑一新。 二川2人,刁林宇、徐晓婷。 自由人2人,王孟杰、尼非凡。 相比较于各队,到了总决赛阶段近前主力,并且在阵容上有所变化, 中国女排这边就显得比较,简单直接了。 从5月底,出战BNL世界女排联赛第一战以来, 一直到总决赛,14人大名单没有任何变化, 蔡斌也将继续用同样的阵容出战总决赛。 中国女排所在的半区还有两支球队是波兰和德国, 不出意外的话,波兰队可以赢球晋级半决赛。 那么,也就是说,假设中国女排战胜巴西女排, 下一场的对手就是波兰女排,输球则直接出局。 在中国香港站,中国女排曾0-3完败于波兰, 如果可以再次对阵,相信蔡斌也将全力复仇。 但是,巴西并不好对付,还是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。 另一半区,美国VS日本,意大利VS土耳其, 也是两场精彩的对阵,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总决赛的开打吧。 关注我,第一时间货。